好嗎?斷了一下 不要緊,先斬開兩部分說了 現在這一部分是講港澳管理員那一邊的 在看部分二之前,先看看我們上一條 我想說出重點就是不要太沉迷在設定上 現在講港澳管理員那一部分 好了,那些朋友先進來 好了,那港澳管理員呢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 我想分享一個概念就是 我們經常會在這個 設定那裏 其實這個我們最核心要明白 其實整個facebook的概念最重要就是這部分 這裡有很多objective選擇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你按boost post的話 其實去default那個setting 其實是engagement 好了,那你會問 engagement和traffic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我現在按進去看 其實呢,你按進去 你看到整個setting 你會看到有 location 年齡層 語言 什麼detail targeting 那些 基本上設定是這樣的 如果我現在由engagement 轉去做traffic的話 你會看到那個setting 感覺上是沒有分別的 好啦,所以其實確實 確實不同的目標 選擇來做什麼呢?其實最大的分別就是這裡 你看到optimization for ad delivery 中文就是 廣告刊登優化 那優化是什麼呢? 你會看到現在的objective 我轉去做engagement 即是中文也做互動 你會看到那個ad delivery 這裡 它會變成 post engagement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如果呢 你的objective是選擇互動 它的廣告就會優先派給互動的人 好像很廢話 這樣說完之後 說完之後沒有說 其實呢 它是知道 那個用戶呢 哪一班人過去的表現呢 是喜歡互動的 互動是包含了什麼 like comment share 你 你做了一個photo album 有五張照片 你放大一張照片 你看那個叫互動 你一千字 放在post上 接著它會縮小了 按see more 才看到全篇文字 你按那個see more 也是叫做engagement 好了 所以 它會找一班過去互動的人 那你會看到 現在的數字是五百七十萬人 其實呢 大家第一個concept很重要就是 這個廣告呢 是不會派給五百七十萬人看的 而是會派給當中 post engagement 就是過去表現會互動的人看的 所以我經常都用這個圖表去表達的 就是這裡是五百七十幾萬人 其實真實來說呢 這個廣告呢 最終如果你用engagement 大概五六成 五六成是這裡 post engagement 就是這麼多的 那你說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派給這班 要派給這班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個道理很簡單 其實這個世界 這班人 過去的數據呢 沒有互動 這班人是有的 所以很明顯 整個市場五百萬人 不會每個人都互動的 因為例如 我們有些人會一個人開幾個帳戶 例如有些帳戶你可能是拿來做事的 沒有的 有時候我做生意 可能有些東西 家人的照片不想被人看到 我就開過 開過假帳戶 其實那裡不是假帳戶 那裡是做事的帳戶 拿來加一些同事 加你老闆 通常都是這樣的 沒有人會想跟老闆做Facebook朋友 那我就開過 新帳戶跟老闆做朋友 很多原因 所以那個帳戶 那個帳戶是完全沒有照片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純粹開來做事 有很多 你問一下身邊的人 我敢說有很多 所以這班人是不互動的 那這班人開過帳戶 你們都不是玩的 他們只是鑿戶在電腦 公司的電腦裡用的 你派廣告給他們是沒有意思的 你認真一點 那班人是沒有用的 你派廣告給他們 所以 這班是真正的互動的人 Facebook怎麼知道 Facebook當然知道 你過去按的東西 它鑿戶全你了 Data 所以你選擇互動的意思 就是派給那班人 他不會全部派給全部人 那這個 經常有人問 為什麼廣告 沒有出現 為什麼 為什麼廣告明明 打擊了五百萬人 但是 廣告到了二三百萬人 那個頻率 就到了二 頻率二的意思就是說 廣告已經重複了兩次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他明知道這班人 是不會互動的 他死也不會派給他們 因為派給他們 你想想 如果廣告全部人都派了 你的點擊率就很低 你的點擊率低會怎樣 你會不開心 你不開心你會怎樣 你不開心你就不下廣告 你不下廣告Facebook就怎樣 Facebook就倒閉 就是這樣而已 道理很簡單 所以 engagement 就是這裡 所以engagement當中 是包含了什麼呢 互動是所有事情 like comment share 放大張照片 以及包含了link link click 就是點擊連結 所以traffic是什麼呢 traffic traffic就是流量 流量就是找入網站的人 那入網站的人就是 其實是這裡的一部分 所以他更少 這個圓圈的30-40% 看你的市場 30-40% 馬來西亞更誇張 馬來西亞是 很多人是純粹在 comment 上 PMPMPM 但是他們傾向是不進入你的網站 現在的文化是這樣 香港會好一點 台灣就會更多 所以是不同市場會有不同的 behavior 很明顯的 你會發現我就算在講技術 我現在就算在講技術 你要明白 背後都是國家的文化 文化 即是人的行為 而創造出來的 大家要明白 marketing 最後是人為 所以這就是traffic 那個圈 這個圈 如果這個圈有500萬人 他大概只會是 八至二百萬人 最後會看到你的廣告 外面和這裏是看不到的廣告 所以 這個就是traffic 再進一步 這個圈超小 這個圈是什麼呢 這個圈就是conversion 這個圈是比較複雜的 因為 今天不覆蓋那麼多 因為 這個圈是要牽涉到 牽涉到pixel 是沒有的 那我 我 我 對了 engagement 然後 然後這個是traffic 對了 然後這個就是conversion conversion conversion 是 你有pixel才能做到的 是的 這個道理很簡單 conversion 為什麼會在這個圈裡面呢 是因為這個人 不單止會 traffic 不單止會卡入網站 卡入網站 還會 買賣東西 或者還會enquiry enquiry 就是一個轉換 所以這個圈裡面再一部分 所以道理很簡單 你想真一點 如果你 如果你 就是你用另一個角度來看 你用另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這個其實是一個漏斗 平時我們的 網站點擊率如果是3%的話 是不是 如果平時點擊率 Kick through rate 是3%的link 就是市場大概是這樣 3% 然後還有1%的conversion rate 就是說 廣告3%之後 再1%的人 才轉換 這個是例子 3% 這個是1% 就是說 如果基於這個比率 我要找一個人轉換的話 就是1除以0.01 1除以0.03 我先算一下 1 1除以0.01 再0.03 就是說 3,300人裡面 平均才會有一個轉換 10個轉換就是3萬 要100個轉換就是30萬 是不是 30萬人裡面才有100個轉換 所以呢 在過去的資料裡面來說 其實轉換的人一定是很少的 因為這些人是 市場的少數來的 你想想 他擊入網站還要1%的轉換 所以這個轉換 這個轉換 一定是 必定是香港 任何一個市場裡面最少的人 因為他不單會入網站 還會轉換 所以也好看回 那個市場 例如你美國的 美國人很集價網上消費 那麼他的轉換就比較大 是不是 你香港人 可能相對 台灣人的網購很成熟 網購很成熟 就是說他們很集價網上消費 那麼他們這個圈就比較大 但是你說香港人 香港人很喜歡在樓下買東西 也不喜歡在網上買東西 那麼圈就比較小 那麼你說馬來西亞的 馬來西亞可能他們 都不太習慣網上消費 那就比較小 但是其實馬來西亞 我看到香港跟差不多 其實泰國呢 數據就說 他們網購的比率 就是他們有信用卡的比率是高的 泰國 那麼你印尼那些就比較少 但是印尼反過來講 他這裡有2億人口 所以這個東西呢 是很根據市場的行動去做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 這個廣告目標呢 就是conversion呢 你要在香港用這個conversion 其實是不容易的 因為這裡 不是不容易 是沒有什麼效 因為市場人口少 你明白嗎 所以我經常都說 你經常研究設定 你沒有想過你自己的國家人口去 一味看外國網站的教學呢 是幫不了你的 因為外國的網站 他沒有想過 但凡看聽英文文章的東西 你記住 英文文章 他就假設那件事情是全球 英文是一個全球的市場 是不是 但是我們很多學生是做本地生意的 所以本地生意和全球市場 是有不同的辦法的 所以如果你想看回全球市場 做網店的 我們對上一段影片說Shopify 那你聽回 我那次的影片就有說 如果你做全球市場Shopify的做法 是怎麼做的 所以我大部分而言 你是本地市場服務業的那些 我們一般而言就是會 我一般建議就是先用信息 先用信息 但是有辣有不辣的 我經常都說 你的信息會飽和的 這個圈是會飽和的 例如你出了半年廣告 你都下了一百萬 下了幾十萬 那這班人下去都是那班人 你記住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用信息 去開闊回去 還有我自己不是很購入 你經常都聽我說我不是很購入 如果你本地市場 我不是很購入 什麼AB測試的那些 沒有浪費時間做這些事情 就是我出過A的廣告 AB測試是做什麼的呢 跟著B的廣告 B的廣告 我們假設用信息 放在這裡 一個測試 跟著 又放在這裡測試一下 是不是 然後呢 有兩個問題就是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A市場飽和了 因為你的市場本身人很少 你再分測試 通常AB測試完之後做些什麼呢 就是 A好些 A好些會做些什麼呢 你會再加大 你會暫停這個 將A的預算加大 我們叫做 加大再scale 我們叫做 但是問題是 市場這麼小 你加大去這裡 就有快的飽和 那飽和完之後 你做些什麼呢 你又去回B島 就是浪費時間 因為市場少 市場少 就不要搞這些事情 第二就是 AB測試本身 不是很適合服務業做的 因為 AB測試基於這個假設 你這裡有東西 但是服務業 你買一個 就是你找一個會計 你找一個會計公司 你是不是點擊一次 你是不是假設點擊一下的廣告 就會立刻購買的呢 所以這些不是叫one 這個服務業是很難做到一下點擊就轉換的嘛 應該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 你不可以假設一些人 聽住 你不可以假設一些人在服務業上面 點擊的廣告會即時查詢的嘛 要想的 你想一下你自己買一些服務 例如你買保險 你買會計公司 你都比較幾間的嘛 你會比較的 你進去之後出來 你卡完廣告之後 進去網站上 出來之後 比較B公司 比較C公司的嘛 你買個電話你都可能比較 你不要說買個服務業 所以 我們很難記憶這個假設 說 A有東西回來 其實怎樣量度有東西回來 很難的 我怎樣得出結論 是A有東西回來 然後就進去 所以很難 那你說什麼情況適合呢 全球市場 就是A A講的是菲律賓市場 B講的是泰國市場 兩個完全不同廣告費的市場 我們就可以這樣測試了 我們就這樣合理 還有你那件事是 不需要很大的信任 是一下子點擊就買 例如 有什麼東西是 例如機殼 幾百元的東西 一點擊 一些科技類的藍牙耳機 這些衝動性的購買 你可以基於邏輯 去測試市場 但是服務業 是講信任這些呢 我經常都強調的 你一定要記住這件事 是follow up 7至14次 所以我們很難 用 特別是本地服務業 很難用AB tax 去做一個測試 大家要明白 我們現在的方向轉了 所以我總結今天整個月講的事情 就是 現在的問題是競爭問題 所以呢 其實你現在在廣告做生意 其實問題不是你的廣告怎麼打擊到那些人 而是你入完他之後 那個人入完你的網站之後 你怎麼不停地follow up他呢 follow up他 因為平均一個信任是要7至14次 是要7至14次嘛 記得嗎 所以你要找辦法 進入到網站之後呢 你找辦法 用remarketing廣告 或者用一些 或者拿了他的那個 email 電話 透過follow up 你這樣才跟競爭者 拉開距離 是不是 就不是經常想 怎麼把廣告放正 在他人面前就會買我 不會 消費者越來越聰明 越來越多東西選擇 越來越多比較 所以重點呢 這些 我想回歸一件事就是說 這些工具設定 永遠是配合來的 不是重點來的 永遠不是重點來的 而是你的廣告的訊息 怎麼說得出你和對手有什麼分別 你怎麼有什麼策略 去拿到那個人的聯絡 然後follow up 這個才是一個有效的競爭 好了 那今天的 呃 分享就這麼多了 對了 Linkedin 是的 Tom 其實Linkedin那個東西 一理通霸你明白的 Linkedin和我們都下過的 但是我不喜歡的 因為 你自己問一下身邊的朋友 現在 你可以問一下身邊的朋友 通常每個星期會開多久 Linkedin 每個星期 我自己調查了 是每個星期五分鐘以內 五分鐘以內的時間 是會用Linkedin 所以那些人那個 用活躍的時間這麼低 那麼那個廣告成本就很高 除非看來講 CPM很貴的 你可以試一下 因為他們的活躍時間太低 在Linkedin 所以不要 不要 就是我自己是覺得 Linkedin是直接玩 他們有一個電郵的 直接出電郵進去 還有是很專業的行業 就是B2B的行業會比較適合 儘管一試 還有我見很多朋友 打工的那些 他們都是 去轉工才進去看看 就是 打算找工那段時間 才進去看看東西 是的 我自己覺得做生意來講 是一般的 但是沒有所謂的 這個世界永遠一事無妨 但是那個邏輯 所有東西的邏輯 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明白了技術 你明白了大方向 就OK的了 一理通八理明 所有事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如果當中有些朋友 是在研究Facebook廣告 不妨分享給他們看 或者在留言上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拜拜 好